因為我們這邊的環境是那個32位元的啦 所以我建議當然 還是將來如果你開發的話 用64的比較好 因為32的話最多 雖然你差4G的 他最多或者差8G 他最多就抓到好像是3.3 3.3左右的那個memory量 那你因為你那個 Android一跑起來 其實就已經吃掉1G多了 然後模擬器再跑起來 又吃掉512 如果你要更大 那一下就吃光光了 所以有時候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是就用的沒有那麼順暢 所以我乾脆切到那個遠端 我們來看 基本上他的模擬器跑起來 基本上我發現64還是比較穩 而且RAM多一點的話 跑起來幾乎沒什麼太多問題 可是32好像即便賄賂 偶爾還是會出現 像剛剛同學 賄賂就失敗了 可能有的時候32在賄賂 你們要注意一下 在64好像很少遇到問題 可是32 偶爾會出現那個什麼紅字 跑不出來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是要重新建專案之類的 那大概會有可能的問題 所以他的不穩定因素會比較多一些 所以請各位還是要保有一點點耐心 因為他的可能性 就是出狀況的可能性比較高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一題 有一些細節部分 大概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你們貼的時候 因為我在這裡面的話 就是我有把這裡面的名稱 有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Street 所以我是在Street裡面建的這些東西 包含什麼東西呢 包含顏色 也可以加一個這個 左撥有沒有 左撥開頭的話 就可以建一個Green 就是Green 就是那個顏色 一定是景開頭啦 一定是16鏡位的 所以零零 FF 零零 這個是綠色的 這個是紅色的 所以將來當然你可以 建各種顏色 放在哪裡呢 放在String 特別重要 是這個 這個裡面 OK 那另外的話呢 String1的話 是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String2 籃球 一直到這邊 所以2、3、4 是籃球到棒球 然後String5的話 是顯示訊息 那有幾項是6 7的話是共 8的話是像 那以後當然我講過了 這個有點像多國語系 也就是以後 你那個多國語系 你要抓這裡面的字串 放在你的程式裡面 變成你要多一手 這邊的話 我程式裡面就有寫到 就是用什麼 用GateString 特別重要 1到8 這些項目這樣 然後顏色部分 那顏色怎麼使用 你可以切到ActiveMan 你會發現 我這邊的顏色 再那個 我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上面這個顏色 綠色對不對 綠色怎麼產生的 其實很簡單嘛 移到那個 我們的有一個叫Color的地方 那我用選的方式呢 這個應該是我選擇的是 我直接切到Test好了 在這邊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我的TestView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做TestColor的屬性 那這邊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 我是用那個什麼 At Drobo 斜線 Green 當然你將來用那個 圖形畫工具的話 其實直接選到那個TestColor這邊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按鈕按下去 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從Project裡面的這個地方去選取 有沒有 它這邊就要點這個小按鈕 點這邊 它這邊有顏色給你 也就是說你可以自己去定義顏色 然後給它跑一下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在系統裡面 它有預設的顏色 或者在Color 你會發現這個是Eclipse裡面沒有的 Eclipse裡面呢 它可以讓你在Studio裡面可以自己去調出顏色出來 那你現在按確定就可以了 OK有三種方法 那字的部分大概也是一樣 就是在這個籃球裡面 一樣我們可以這邊特別注意 第一個 它的文字 我們不是用打籃球 而是直接點一下 這邊會跳出來 裡面一樣會有一個Project 裡面的話 可以給我們要的這些1到8 那其中2到4是我們籃球、足球、棒球 這些自串用選的 主要可以針對就是多國語氣部分的話 可以做設定 最後程式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將來要存取它的話 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利用那個所謂的Gate 這邊有一個GateString 就是直接 1、2、3 預設 然後預設是星空 然後要取得的話 直接的話 我們可以用GateString 那這邊我是用那個有沒有 籃球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那個存取 我們那個自串的話存取哪裡 存取這邊的話 它是第2個 所以你存取的話 你可以記得這前面好像有講過類似的做法 你可以打一個Gate 打Gate 打Gate 它這邊就出來了 GateString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可以去做存取 存取回來的話 就會是籃球 當然如果將來你有多國語系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就存取 不過這相對的比較麻煩 可是對於其他語系國家的人來說 其實就非常有幫助 當然現在走國際化 因為台灣用戶頂多幾百萬 可是如果你做多國語系 而且你多做一個減體環境的話 可能就多了 應該沒有13億 可是至少應該有個3、4億應該有 所以你的市場會增加許多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把那個Checkbox把它做完 那另外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可能沒辦法講完那個Spinner 所以請各位回去的話 再可能先預習一下 在那個我們Checkbox 然後往下的話 會有一個叫做Spinner 這個Spinner的話有點像下拉清單 再來 這個下拉清單長的其實就有點像這樣 就是點擊它 它會有一個下拉讓你選 另外呢 下個禮拜 也許我們繼續再來看那個綜合練習 有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長的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現在看不出來 這個有點像可以訂購那個 就是說你到底要喝什麼樣的飲料 然後你要不要冰的還是去冰還是溫的 因為那個檸檬汁沒有溫的 所以檸檬汁它不會跳出溫的 你要判斷 那最後的話要不要去冰 OK 那最後它會訂購嘛 那訂購之後的話 它顯示出它到底訂了什麼 不過將來當然你也可以跟那個網路連結 比如說它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可能飲料店 那有沒有辦法做出一個簡單的APP 然後呢 它以後放在外面 它QR Code一掃描 安裝你的訂購系統 以後呢 如果它加入會員之後 訂了 然後呢 也許它多久會來領 會來那個拿這個飲料 這樣它就不用等了嘛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Spinner的這個範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第六週了嘛 然後 可能各位就自我檢驗一下 到底前面 因為應該我要設計一個自我檢查的清單 你是否已經會使用Enjoy的Studio 你是否會執行模擬器 是否已經把這個 就是一直到第五章的那個練習題 全部都執行完畢 沒有錯誤 然後包括今天的話 有幾個練習題 你是否會從那個雲端上面 抓那個Eclipse的範例檔 匯入到Enjoy Studio沒有問題 然後這樣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的各個擊破 我想 你在這個學期結束 因為今天才 今天才第六週嘛 那總共我們有18週 再來第18週 就是各位要繳交成果的 那個最後一週 成果呈現那一週啊 所以 你們慢慢的也要去思索 就是有沒有想要做什麼樣的APP 因為我們在第一週好像有分組啦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分組情況如何 是不是要不要想想 討論一下 這個就是分組 可以去思索啦 也許你要連什麼 反正都沒有關係 天馬行空 隨便想 現在這時候就是要先 首先學習 先累積你的資源 然後慢慢的話 在期末的時候 再來驗收一下 OK 所以今天的話 先到這裡 也許你們組長可以 有沒有 因為我們好像有選個組長 不過組長好像現在是嫌缺吧 是好像沒什麼發揮作用 組長要不要 發起那個 帶一下 就是如果學員有問題的話 也許可以再把它反映一下 或者是看有沒有補強 然後面的話 我們會慢慢再增加有關網路連結 這個部分 今天有多講了一個 如何開啟外部檔案 有沒有 Assess這部 同學很認真的 開始就研究 裡面的話 就用Java IO裡面的 Input Stream 有沒有 把外部資料讀進來 但這個東西如果在網路上面 所以你要一個Server 把它放在Server上 再把它讀進來 也許不一定是Radio Button 你可不可以改成Spinner 下拉清單 可以多放幾個文章 然後以後下拉 然後把資料從網路上抓下來 這感覺應該還不錯 OK 試試看